大家好 我是司徒甲 但你收睇的是毒海浮沉 今集我們講一條PW Audio 傷心1999 為什麼叫傷心1999 因為定價是1999元 有什麼傷心呢 就是投放了很多Peter 本身不捨得放進去這個價錢的線材技術 當中包括最成名的Shielding 它做過屏蔽 這條傷心1999是有屏蔽的結構 而那個屏蔽是和1950、1960系列是一樣的 不過不要想一模一樣 而是1950、1960是兩層屏蔽 而這條1999是單層屏蔽的 除了加入屏蔽技術是它最大的賣點之外 我都蠻喜歡它的線的結構 首先它的主線是一條扁線 落了布網 是完全不會打結 我經常很怕那些很幼、很軟的線會打結 這條是不會打結的 不過你變成了 瞧線的時候 你就不可以說不瞧就這樣塞進袋子裡 你一定要順著它 辦法慢慢收納好它 因為這條是一條扁線和少少挺身的結構 還有一些插頭、分線位等等 那些都是PW Audio 自己訂製的 你看到那些造工、物料都越來越好 還有分線器上面 其實已經跟著slider 上到耳朵位那裡 就看到我自己很喜歡的固定耳掛 因為有些線沒有這個耳掛位 你每一次都要扭一扭 或者繞多一下 有這個拼死了的耳掛位 配戴上就會比較方便 那這條線的物料就是單晶銅 記住單晶銅本身是比無氧銅高級很多 而且成本會貴一些 而這條線的結構也是類似1950的雷銅軸的結構設計 講了那麼多關於這條線周邊的spec之後 就要試聽一下看看它那個所謂屏閉 是有幾大的作用的 那我使用試聽的器材 就是這個WEACG特別版的外置解碼 那條線我就用了RStudio的Polink 那耳機就用這個BioDynamic的Selento 那在WEACG裡面是有特別的一個設定 是給Selento的 那所以我就選了那個Selento的設定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的作用 因為知道它是屏閉線 那一戴上去就已經是覺得很安靜的 即播歌的時候覺得背景零射黑一點的 而且它的物料是單晶銅 那我就覺得它那個擅長於在中低頻的表演 尤其是低頻它的彈跳力是非常之不錯 反而因為純銅 又沒有導銀的物料在裡面 變了那個中高頻就不是非常之良麗 即是比較適合聽可能爵士或者Rock Pop等等 如果你是想聽一些很燒雲的高音的話 它未必是給到你的 在人聲方面我試了男聲和女聲 我比較喜歡男聲方面的一個表現 尤其那種老味滄桑的那種男聲 是會聽得幾舒服 那個喉底是挺厚的 反而喉底這麼厚 你聽女聲會變得有點沉的 因為它在高音或者絲滑甜味那方面就差一點 所以我又覺得男聲和女聲來說 這條線比較擅長播放男聲 總的來說 我猜Peter最主要想把這條線 下放一個叫Shielding的感受給大家入門試試 因為其實如果在PW Audio裡面有屏蔽技術的線 全部要過萬元甚至是三五萬元才有 今次在一千九百九十九元 大家可以試到它最著名的Shielding技術的話 大家不妨去聽聽 如果你真的喜歡它那種背景的寧靜 然後再慢慢升級上去都不遲 最主要就是提到它的物料是一個單晶筒 同的聲音同的表現在中頻和中低頻方面是不錯的 不過如果要追求一個去到很盡的高音 它就未必給你了 這條線你可以去到外面各大PW Audio的零售商購買 如果你想郵購網購的話 也可以去到下面的連結 一千九百九十九元我們已經包了順風給你了 第一次裝飾品 第一次裝飾品 是 thanks